马穆鲁克和奥斯曼金卫军都是主人手里的王牌部队,他们肩负着替苏丹开疆阔土,保驾卫国的重任,也是苏丹们制衡地方猪猴的重要手段。 尽管功能和出身非常类似,但两者的培训过程却截然不同。 马穆鲁克的培训过程三家自顾拉姆骑兵,培训时间是七年制,要学习骑马、射箭、长枪、剑术等多种课程。 马穆鲁克的来源都是从奴隶商员手中购买的奴隶,他们被长官们买进后就被扔到学校中学习。 在七年的时间里远而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学杂人,他们通过考核后就成为马穆鲁克的一员,成为长官家族第一分子。 跟着长官在官场,战场上浮沉,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新苏丹上尉,都要按照程序解散就苏丹了马穆鲁克,然后自己再买进,然后再逐步扩大。 更换,最终建立自己的马穆鲁克队伍,奥斯曼的禁卫军一开始也学习了这种模式。 可舍得花大价钱,从奴隶市场上淘花猛男的埃及苏丹们不同。 奥斯曼的苏丹们一般从战利品中挑选奴隶战士,他们可以得到战利品的两成,但苏丹们还是觉得吃亏。 他们发明了德米什梅制度,按照四十户定着一个少年的比例组建自己的禁卫军。 众多八到十八岁的巴尔干青少年奥斯曼真兵的重点反而不是小亚细亚,被教堂的神父带领着像羔羊一样走进了奥斯曼军营。 他们中间最聪明的人会被送到首都底各种学校集欧、古兰、学习军事指挥、行政、宗教、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毕业成绩优秀的欧古兰会直接成为苏丹朝堂上的官员,最终问定各个重要官职。 毕业成绩次一级的欧古兰会进入恰皮库鲁、皇家骑兵团部队,挑选下的少年就是奥斯曼警卫军部兵的主体了,和马姆鲁克不同。 他们要先当苦力后当战士,这些少年在早期要替苏丹们当工地上的立功,在海军造船厂扛木头, 但不能学习木匠手艺,在班将船上充当将手,一般用奴隶充当,按照奥斯曼苏丹们的说法。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锻炼他们的意志,提高他们的服从性。 进卫军的少年不允许学习任何一门手艺,目的是在他们成为合格的苦力后,能顺利的转职位战士。 在德米社媒制度稳定下来后,这些少年兵被分配到像亚西亚的各个农场里,和奥斯曼农民一起劳作,一起接受宗教教育,成为合格的信仰战士后,才被送到培训机构培训。 在培训机构里,他们的教官是太监,你就要一边当苦力,一边培训,在培训期间,教官还会带着他们承担守卫要塞等任务。 奥斯曼金卫军的培训时间是至少六年,除了学习弯刀、射箭等等兵器技能,和马木鲁克们不同,奥斯曼金卫军还要学习火神枪射击本领,他们的射击精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